西班牙的孩子总算可以出门 透口气不用灌在家里 总体宣布政府准备逐步放松管制 要让国家回到新常态 民众也可以尽可能的恢复日常生活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肆虐 西班牙执行居家令 封锁状态维持了将近两个月 现在随着疫情趋缓开始逐渐解封 解封计划预计会分四个阶段执行 而一个阶段至少都要维持两个星期 才有可能进阶 而第一阶段将允许部分的商店恢复营业 餐厅还有教堂也可以有限制的重开 还会制定特殊的时间 让年长者可以外出放风 但是官方鼓励民众外出要戴着口罩 并强制保持社交距离 就算进到第四阶段 还是要继续维持 而法国总理也宣布 从5月11号开始会部分解封 学校将恢复上课 商店也将开放 但会限制店内的人数 民众也可复工 但如果可以 希望还是尽量在家工作 避免让大众运输的系统 太拥挤成为传染的温床 目前计划大众运输系统 会在尖锋时间控制人数 但要如何执行还在沿拟 希腊也计划在5月4号开始开放封锁 欧洲多国逐步放松居家令 准备重启经济 但是外出的限制多 自由生活的日常 恐怕暂时还是回不去 会不会 详细 详 详